什么叫美人如画?王祖贤就是。可惜的是,自从2005年宣布西营之后,就很少看到,听到王祖贤,直到最近两年才频繁看到他的消息。 穿着最普通的衣服,戴着口罩,披头散发出现在多伦多超市,跟大爷大妈在食品区挑挑拣拣。 一个人在加拿大街头遛狗,穿着69的凉鞋,在温哥华街头和朋友侃侃而谈。 偶尔出现在某个活动现场,也会温柔接过粉丝手机,举着剪刀手跟人合照。 偶尔也会出现在国内,形象也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不修蝙蝠。 比如南京的街头的他,高雅,随性,一身休闲装,不顾形象坐在凳子上,乌黑的长发随意披散在脑后,出尘的气质隔着口罩都能看到。 比如录制视频指导大家修行要领,怎么合掌,怎么放掌,怎么问询,怎么常规。 有人羡慕这些粉丝的好运气,有人对女神送上祝福,也有人对她发起了攻击。 聂小倩滤镜碎了,这腰身,这小肚男,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。 说者可能没什么恶意,可一个56岁的人,有点小肚男,皮肤变松弛,身材发点胖,不是很正常的事吗? 怎么到了王祖贤身上就变了?谁还没有年轻过?谁还没有漂亮过? 要知道,当年王祖贤三个字可不是一个人名,而是统治了日韩审美几十年的形容词。 有人说,get不到王祖贤的颜值,不多不少正好两个的眼睛,普普通通的鼻子,嘴巴,怎么就被吹捧到美神降临的高度了? 这一点,看看他跟其他港圈美人的合影就知道了,李嘉欣够美吧? 当初他和许晋亨结婚的时候,整个香港的富家太太都松了一口气,终于不用提心吊胆,担心自家丈夫被偷了。 即便是美名远洋的李嘉欣,遇到那时候的王祖贤也要退避三社。 虽然画质渣,糊,但是一点也不妨碍王祖贤无处安放的美丽。 不管是气场还是脸蛋的精致,某种程度上明显是后者更胜一筹。 港姐出道,被誉为清纯玉女的张曼玉,是多少人心中的白月光。 一旦遇到王祖贤,这些好气质,好面容就会被人下意识忽略。 不是他不美,是对方太美。 媚态的双眼,浓密的眉毛,黑长直的发丝,还真就有让人一不开眼的魔力。 看看进圈后,从未遭过冷遇的张敏。 在星夜电影中拿下最美之名不说,还让京城四少之一的汪宇痴狂,被刘亦菲的前经纪人刘永辉追求。 谁能说他不美,可两人同时出现在一张黑白合照。 谁输谁赢,谁美谁更美,答案一目了然。 肤白,貌美,大长腿。 港姐选美时,关之林这几步路,踩在了多少青年才俊的心肩上。 当初,适量行凶的他,用美貌俘获多位已婚,未婚富豪的心。 就连刘德华也说过自己的梦中情人就是这一款。 可即便是这样的美人,站到王祖贤面前也会逊色不少。 人美就算了,家世也好。 曾祖父是跟随孙中山先生,创立熟成中学的功臣,爸爸是体育场上的健将。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从小喜欢运动的他,会延续父亲那条路,成为篮球队的运动员。 可计划,哪能赶得上变化。 比赛的时候,观众席恰好做了一个策划商,一眼就看到了王祖贤。 比赛结束后,就向他抛出了橄榄枝。 没想到广告播出后,他就成了广告界的宠儿。 请明星合作,价格贵不说,销量还不一定好,花最少的钱,请最亮的美人。 物美价廉的王祖贤,理所当然受到了各大品牌商的青睐,而他也离开了体育界。 有了名气,还愁没有露脸的机会吗?答案是否定的。 没多久,王祖贤就迎来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《今年的湖畔会很冷》。 虽然剧组硬件差,演员也是新人,但是王祖贤相当给力,凭一己之力,把处女座搬上了金马奖的舞台。 虽然演技青涩,但这张为大荧幕而生的脸,却让知名导演编剧印象深刻。 《再见七日情》,《打工皇帝》,《天官赐福》,《芳草碧连天》,《夫妻二人组》。 可要说真正让他大红大紫,铭记至今的作品,还要数1987年那部《倩女幽魂》。 上映的时候,跳房不是一般的惨,一度到了被强制性下架的地步。 是观众的好口碑,是传说中王祖贤有爵士美貌,硬生生扭转了风向。 第二部电影上映的时候,直接逆风翻盘了。 为了一读《小倩的芳荣》,为了看看香港第一美女长什么样,无数人排长对花钱买票。 从白天排到晚上,热闹的场景堪比过年。 天若惊鸿,楚楚动人,观众的评价也让王祖贤有了最美女鬼的美誉。 之后,就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,先后拍摄了《赌神青蛇》,成功击身一线女星的行列。 那些年,王祖贤拍摄的剧各个是经典,饰演的角色始终无人超越。 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,相较于事业上的顺风顺水,美人的感情却是一波多辙。 1986年,借着拍摄《芳草碧连天》的机会,结识了从乐坛跨行影视圈的齐琴。 一个是带着狼红遍大江南北的音乐才子,一个是名谋好齿的绝代佳人。 顶风相遇的他们,一开始并没有生出爱意,对彼此的印象也不是一般的差。 你怎么这么爱? 1米72的身高,让1米73的齐琴,让王祖贤刚见面就得罪了对方。 梁子就这么结下了。 直到导演的工作人员,让王祖贤跟着齐琴学唱歌,都说认真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, 这话一点都不假,看着一脸认真,歌好听的他,印象这才有了改观。 再加上剧组的朝夕相处,两人还真生出了几分好感。 谁说一人谈恋爱,要藏着叶着。 谁说明星谈恋爱,不会被祝福。 深陷爱河的他们,用实际行动告诉那些不看好的人,什么叫做高调。 连约会的细节,都大啦啦分享出来。 比如,到了约定的时间,王祖贤准点出现,等了三四个小时,齐琴才醉醺醺的过来。 倩也不到,只是一把拉住他说亲我。 看看女神无嘴娇羞的笑容,就知道这爸总是的发言,没有让他感到不适。 之后的几年里,两人虽然分居两地,忙着各自的工作,但是大约在冬季知道他们的心有多近。 光是电话费,一个月就高达两万元,虽然谈恋爱费钱,但是王祖贤却十分满意自己的现状。 有爱情,有事业,人生这不就圆满了?甚至还生出了结婚后三年爆俩的想法。 只可惜,爱情终究是输给了现实。 家人的抗拒,长期的异地,积攒下太多太多的矛盾,这段感情也变得岌岌可危。 恋爱的第七年,他们分手了。 那段时间,他的追求者暴增,其中就有一个身家千亿的娱乐大亨,林建月。 为了跟女神在一起,雷打不动送车,送房,送包,还发了已经跟太太分居的声明。 于是王祖贤妥协了。 小三,狐狸精。 恋爱期间,王祖贤的名声越来越差,可林建月是怎么做的? 在母亲召开记者会说,儿子花几千万叫了个鸡之后,他也倒打一耙。 要不是因为他漂亮,才不会跟他交往。 那段时间,所有人都在骂他,只有前男友公开替他说话。 还写了一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的情歌,昔日爱人成功复合。 我爱王祖贤,不是一辈子,而是三辈子。 就在所有人以为,破镜重圆的他们会踏入婚姻殿堂,携手一生的时候,意外发生了。 齐勤的前女友带着儿子回来了。 不仅以重婚的罪名,把人告上了法庭,还要求他一次性结清孩子的抚养费。 或许,男友说句对不起,他就会心软,就会留下来,可他没有露面,只是一味地逃避。 沉迷高尔夫,天天不回家。 15年的感情,此时此刻就像是一场笑话,让他生出了逃离的想法。 2005年,事业如日中天的王祖贤,在刚刚到了儿立的年纪,宣布吸引。 对于过去,他不后悔,那是他的选择。 对于未来,他的字典里,再也没有婚姻两个字。 说他是受了情伤,不愿再碰感情也行,说他是赚够了钱,单纯想过上躺平的生活也罢。 如今18年过去,56岁的王祖贤选择在加拿大隐居,再也没有出现在媒体镜头前。 平凡,低调,虽然没有了当明星的光鲜亮丽,但是这些年虔诚念佛的生活,也在治愈着他年轻时受过的伤,能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,何尝不是一种幸福。